王国伟1877到1927 这将海宁人国学大师 他与梁启超 陈寅可 赵元任号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 与罗振宇 董多斌 郭默若并称为甲骨司堂 王国伟从小就在家中接受书法教育 跟随父亲学习书法 写出了优美流畅的管歌帖子 然而 正因为他的个性 学识和间接与常人不同 他所接触的书法资料非常广泛 涵盖了从阴虚甲骨到秦汉金石碑版 再到历代名家的法书和同辈的墨迹 在学识和见识的字样下 他的字更加规矩严谨 气质轻薄 尤其在金石提拔方面 可以说一笔一画都非常认真 点画稳重 端庄自然 他的书法作品中融入禁运堂法 并展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学者文人气质 王国为是一位美学家 他的美学观念自然会反映在他对书法的认识中 他在人间词画中曾经说过 古今之城大事业 大学问者 必经过三种之境界 昨夜西风雕壁术 独上高楼 望尽天涯路 此第一静也 一带见宽中不悔 为一消德人憔悴 此第二静也 众里寻他千百度 默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此第三静也 从此也可窥探到其书法美学的追求